院長,各位委員 本時跟我們台內的總召,徐總召的主張是一致的 因為台灣這個軍機非常壞 沒有戰爭的時候,只要求我們自己的兵 這讓我們借的人民非常提心調大 不可以對我們的軍中有一份信任感 不敢把我們的主題交給我們的軍隊來打 所以我們這次要做這個機會,請馬總統出來做一個我們國家體制的全民的改革 讓我們的軍中的軍機有人性化,當時的人權 不要隨隨便便用他們的職務相在那裡給付自己的同胞 所以除了我們拿出要邀請司法部長和我們來政部長做報告,這是不夠的 最起碼呢,行政議長要我們來政部長做一個報告和承諾 所以本省在這裡,和我們台灣統計的民,強烈要求 要求邀請馬總統來向我們立法院做報告,還是行政議長來立法院做報告 以上